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收到网友朋友送来的狗零食 送了满满两箱 所以我拿了一只给小狗吃 我在看这个是不是人吃的 如果要是人吃的 我也能吃一口 狗和我都能吃得上 看了半天 然后呢 我在背面看到了是宠物的质量 算了吧 应该是光给宠物吃的 人应该是不能吃的 我现在给它打开 给小狗吃 你看小狗急的 哇塞,里面是真鸡腿啊 我估计它一口就吃掉了 它肯定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的天啊,你看啊 刚给它吃凉下就绝到了 就吃到了 应该都没尝到胃 就没有了 我估计给它一项就吃 它一顿也就吃掉了 所以就给它一只吃了 啊,什么时候馋了 什么时候再给它吃 大家看看啊 我这个地面都铺的地板鸽 然后我一楼已经收拾好了 小狗就放到我的办公桌下面 看看我们家南王多年啊 想吃东西了,就一直跳 一直站立着 因为我就给它弄点洗饭 顺便弄一点白猪鸡蛋 火给它吃吧 这两个搭配应该是很有营养的 又帮助消化,而且又有营养 现在南王你给它吃狗粮 它现在已经不想吃狗粮了 它现在比较聪明 它现在就想吃肉啊 鸡蛋啊,喜欢什么的 它知道这个有营养啊 喂小狗比较好 所以它就在告诉我 它就不吃狗粮,它就要吃这些好的 行吧,反正这些东西也不贵 平时给你带一点,给你吃就行了 看看我这一楼已经被我擒控了啊 地上铺上了地板鸽 然后我的电脑座也给它扳下来了 我的小狗狗呢 我就给它放到我的电脑座底下了 我每次看看电影半半过 然后再求求它们一眼 啊,感觉太温馨了 看着这个画面 小奶狗吃妈妈奶的画面 特别温馨 我特别喜欢看 比起电脑座上放鱼杠呀 画棚呀,又好看得多 所以呢,我这个狗就当我的摆设了 刚才本来下来想喂点狗粮 给小奶王呀,画胖吃了 结果我的狗粮 哎呀,好像被捞猪吃了 还是被捞猫吃了 记得它没有了 哎呀,看看还有一个洞 这是猫吃的还是捞猪吃的啊 我,我故意把这个狗粮放到地毯上面 就是不想让猫和捞猪吃 结果这么高的地毯都爬上来了 哎呀,死串了死串了 你看看,给我跑来的洞 里面几本的狗粮都被吃完了 气死我了 这每天都是这样 好了,我从房东那儿拿了一个猫笼呢 不管是猫还是捞猪都能带得住 我今天非要设个陷阱帮它逮出来 啊,它们这些小偷啊太脏狂了 啊,每天都要来吃我的这个狗粮 气死我了,我这狗粮最起码都是我网友分是送的我的 我不能浪费的,浪费到它们的肚子里面啊 好了,我把陷阱设好了 你看看,我的棍子就代表一只猫啊 跑进来了,一直来,好了 管你去了 今天要看看你到底是何往生生啊 我一定要帮你逮住 我要把狗粮放进去 啊,挡一点幼矮吧 哎,这也不知道谁设计的这个,这个帽笼啊 这放幼矮的闷都没有 这个这么长,我手还不好射进去 啊,我来想想吧 这到底这个,这个幼矮得怎么放 感觉放到地上,然后笼子盖到上面也不行 这是,这个狗粮老毛吃不到 所以呢,没办法呀 哎呦,我还是塞到地上啊,手射进去,给它放进去吧 哎呦,我的手刚能射进去,我还必须塞到地上 我才能把手射进去 哎,也不知道这是谁设计的啊 怎么一点都不人性化呢 哎,这个狗龙呢,放幼矮,必须得睡到地上 然后用手给它射进去 啊,这不是靠打人的嘛 好了,我的陷阱射好了 今天白天应该逮不到,它们都是晚上出没 不知道是老鼠还是猫 如果我要逮到了,我要戏耍它们一番啊,侮辱它们一番 今天让你吃狗粮吃一点也就算了,要抱着感染的心啊 今天太过分了,抱我一袋的狗粮都吃尽了 啊,气死我了 看看,现在我们家来往性情大变了 见到人就要狂叫,他不但叫,他还跑到你们面前跟你叫吧 哎呀,你看,叫好了又跑到我这床上睡着了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跑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